中国大陆歌手姚贝娜乳腺癌复发去世之后 她的家人还有歌迷们还未从哀痛中醒来 深圳晚报的记者乔庄成医生助手偷拍遗体的消息 又引发了国内就新闻伦理的口水战 而随着事件的发展 主治医生姚小明涉嫌活体摘除 包括法轮功学院在内的眼角膜的丑闻 也跟着被揭了出来 姚贝娜16号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去世 第二天 深圳晚报刊登多篇报道 描述了姚贝娜去世和深圳眼科医生姚小明 实施眼角膜摘除手术的整个过程 而在17号凌晨 知名娱乐爆料人娱乐圈揭秘 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名媒体人在朋友圈里发表的文章 文中说 原本与眼科医院的姚小明医生约好提供信息 但后来才发现姚小明被晚报搞定 承诺给对方独家 16号晚上 三名伪装呈姚小明医生助手的 深圳晚报记者进入太平间偷拍 被姚家人发现后曾发生争吵 最后 由姚贝娜所属的华裔公司老总出面 删除了相机里的照片 事件引发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声浪 新浪17号发起问卷调查 截止到19号下午4点 也有大约3万5千人投票 95.9%的投票者认为 这种做法违背新闻伦理 新闻伦理的口水战还没有结束 主刀医生姚小明又被曝光 曾经被人实名举报 在没有充分告知风险的情况下 就对眼角膜捐献者进行活体摘除等等 从2003年开始 就开始在网络舆论批评姚小明医生的 是网络知名公益志愿者崔从政 他在多个网络发帖表示 99年12月 在不如实告诉手术情形及后果的情况下 姚小明以记者都来了等理由 逼迫杨平活体捐献眼角膜 事发后 姚小明不善待志愿者 还篡改病例做伪证 诋毁活体捐献眼角膜志愿者 杨平是中国第二例活体角膜捐献者 他自愿将失明多年的左眼眼角膜捐出 但在手术后 出现了发炎 分泌物增多 眼检凹陷 左脸凹入变形等症状 他以手术之前没有获得知情权为由 撞告主导医生姚小明 这一案件被称为活体捐献第一案 另外2014年12月23号 总部设在纽约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布了广东省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姚小明也在广东省68家医院 832名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之内 《追查国际》的通告称 身为深圳市眼科医院 角膜及眼表病区主任医师 角膜及眼表病区主任 眼库执行主任 姚小明完成角膜移植1000多例 公益志愿者崔从正还在网络曝光 所谓深圳市眼库 深圳市红十字会眼库 深圳市狮子会眼库 也变成了姚小明医生的眼库 姚小明并要求病人捐款 还曾经威胁病人叫公安灭掉你 也威胁过崔从正本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它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完全不透明的一个器官移植环境 第二个就是它完全是一个利益导向的一个器官移植环境 那里面就非常非常多匪夷所事的事情都会发生 法律是没有办法完全规范人类的行为 那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啊 或者是自己认定的这种人类存在的价值 这种良知的这种价值的时候 完全放在一个文字的法律上的时候 你肯定是会失望的 在姚贝娜遗体事件中 姚小明还受到指责的 是以她名字命名的 深圳市慈善会小明眼库基金 联合深圳晚报以及其他基金会 在没有得到姚贝娜家属同意前 就在发布姚贝娜去世消息的同时 提倡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 还收到了两笔捐款 在受到华裔音乐声明抗议后 深圳晚报18号发表致欠声明 撤回该项目倡议并退还两笔捐款